你好,政治揭露 出街的日子是1月11日 3條1 主要這一節是想說說 林子健事件 因為林子健事件已經表證成立 法醫的作證裡面 是有很大可能去自殘 因為其實 我想說一點點案情 可能大家在電視上都會留意 但你聽起來也挺令人生氣的 因為他說哥羅芳暗嘴要幾分鐘 那你哥羅芳暗嘴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掙扎的時候 臉是可能會損 手是會損的 我當是有一些很大隻的人 在街上可以擁抱林子健 還要用哥羅芳暗嘴的時候 要暗嘴幾分鐘 周圍都沒有人察覺他被人奪 那原來哥羅芳要用幾分鐘呢 這件事呢 林子健呢 你是一位博士生 你沒有研究清楚 所以你這件事敗路 所以他就說 你去掙扎 那一定就是 很多地方會損 誰知道你身體裡面 沒有什麼地方損 沒有掙扎痕跡 那呢 只有一個肚腩 那幾條痕 還有一個膝蓋 就是大腿上面那些 釘書機 人 那呢 其實那些法官就 沒有辦法了 就 只會覺得你呢 是造假這樣 當然啦 無端端 就是 又找一個英國的法醫來 又說相反 又說一些 很RAR 就是很 很不可能的情況之下 都有可能被人真的奪 那我就發覺 鬼佬說話 原來是可以很無人格的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然後呢 林子健呢 其實也挺過癮的 在一個庭上 很多人都指出的了 就是這個呢 是他那條痕 他只有一個單一方向 為什麼是順了 就是 如果人打他 應該就 就 不規則地打 怎麼會說 這麼平衡呢 這樣 他自己打自己 就就住自己的手勢 所以就很平衡了 我這三四條痕 而且那些痕的傷痕 實在很輕 覺得土腩這些 那呢 而且呢 為什麼無端端 在大腿上 又有一點點姿勢 這麼鬼 哈 這麼鬼好姿態呢 這樣 這樣 就 發醫說他是被約堂 這樣 但是他在一個庭裏面 真的很正的 那他呢 經常都說話 就是人家作弓呢 那個警員看了他 千多二千多小時 那麼 就認到他內八字的行步姿 喂 大佬啊 林先生 那一晚 你走的姿勢 真的很容易認 的嘛 你蒙了面 戴了口罩 戴了眼鏡 戴了太陽眼鏡 戴了帽子 戴了帽子 人家也看到的嘛 老友 然後你不斷地罵 那個警員 那就是說呢 你想嘗試 用你說 哎呀你作得這麼厲害啊 你不知所謂去干擾 那個警員 就是干擾一個證人 啊 然後呢 他經常都在那裡失控 那散停之後呢 判了他 有事的時候呢 這傢伙呢 就很搞笑了 就 就是這樣失控 胡亂說話 廢了 那他媽媽都說他 喂 你控制一下自己 不要那麼衝動啦 這樣 這個我相信也是一個事實 就是 所以 林子健 好像整個過程裡面呢 都是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那你見到 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 騙人呢 其實是無可置疑的了 就是 但是呢 我發覺呢 有一個呢 叫做 有一位呢 就是那些的 人格證人 辯方傳出來 這個人格證人呢 就是崇基神學院的副教授 就是 公立人呢 就是接受辯方的傳召呢 就以品格證人身份 那 啊 我不明白為什麼啊 啊 這位公山 我都認識他 但是我沒有讀過他的任何一科 那我都說了 這位公山 鬥雞眼先生 他是一個呢 美狗 他從來都搞政治的 從來呢 在神學院裡面 都散負那些異端思想 就說 你搞同性戀啦 聖經是反同性戀的嘛 那他就說 其實他用他的 古靈精慣的解釋 他打算耍了他 那就是替 美國 那種的普世價值 是吧 去開 去開路啦 跟著要將基督教教義去扭曲 那這些人 在美國讀大學 來香港 就是現在 揹上一個政治任務 就是他現在呢 老闆點他的樣子出來 就是你要撲出來 去幫林梓敬做品格證人 喂 我看不到 其他 比如說林卓廷去了哪裡呢 是不是 就是民主黨那些人去了哪裡呢 那我又看看啦 林梓敬 林梓健 就是將會有多少封求情信 就是將會有多少封求情信 是不是好像真的 嘩! 叩你個廢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 梁天琦 哇!真是 我灌溉滿驚華 扑你個街 就是記得大約是 十個月前 就是 你可以說 梁天琦那種暴行 已經是真是天路人怨 但是整个泛民你包括什么吴可疑 什么东西你认为那些比较正经的人 吴可疑 什么余若薇 梁家杰 行日军 这些道德代表 泛民里面全部撲出来 就说梁天琦是很青年 我又真的很想看一下林子健 有多少封求诚信 但是上庭的就只有这个人渣 公立人 那这个人怎么办呢 他就说上庭 见到林子健跟他说有国安打电话给他 就警告林子健 就说不要收到美斯签名 那封信给刘霞 那接着呢 阿龚立人都说好像搞笑 就是说阿龚立人就死死地气上庭 上庭就自保 就觉得林子健说的东西 都是荒谬的 搞笑 不过呢 有两个说就是 林子健可能是什么好人 就成了 品乐金优 也成了 你老美 真的 我会觉得 我希望 这一集节目呢 尝试呢 我都以一个品格证人的身份 证明林子健是仆街 对 是不是 我都认识他 跟他亲自聊天 我认识林子健呢 我想是2011年呢 直接跟他聊天 我想10年左右呢 应该是网上一些交往多 总之 我觉得这个人呢 其实是经常搞政治的 基本上2011年 他就要参选基督教选位 当然他和快必就不断 玩牧师 玩牧师 我觉得牧师呢 究竟是不是侵共呢 我现在就不敢自评得那么深 他们有些人呢 就可能是 不敢 不会表态 狂骂梁美芬 其实基本上呢 林子健这个人呢 其实一直都是美国那边的人 就是他呢 他告诉我 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 已经跟着 何俊仁了 我想他大约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港同盟的创党成员 但是他肯定是民主党的创党成员 民主党在94年 港同盟和会点合拼 但是我相信呢 他大约 16岁左右 就是他90年呢 应该都已经 跟着 当时初创党的 港同盟了 1990年 90年他只有16岁而已 那么 这张照片就是 他 和 什么 和人渣啦 李柱明啦 大汉奸拍照 就是可以说 他16岁呢 是被李柱明邀请他做汉奸 那这个人呢 基本上呢 入民主党呢 我相信他是参加政党 参加民主党呢 多于呢 参加教会的 但是我不知什么 什么缘故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的 那就是说呢 有教会呢 肯和他写那些推荐信 宋姬又被他读 那当然啦 读完一个一个啦 读书的时候 就遇到啊 遇到啊 遇到啊 快必啦 譚得志啦 那我会不会觉得 这两个人呢 去读神学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政治的目的来的 就是林子健 可能他是 你看到他呢 很小的时候呢 嘴都有一点歪的了 我想这些可能是天生的 那我不是说歧视他嘴歪啦 但是 他的样子 不是太好 那么叶冲政治 在他们民主党呢 在教会里面呢 都有一些渗透力量 林子健可以呢 不用说很虔诚 不用好回教会 我回民主党呢 比回教会 民主党本身都类似一间教会啦 是不是啊 那他跟着何俊仁 就小时候就跟到现在的啦 那么这人热冲政治 2011年就参加 基金教育选委 12年呢 就直接就帮助何俊仁呢 就去参选特首 做那些共事 那就跟快必谭德智反面 为什么反面呢 就那时候谭德智就骂他 喂 那你们又说 你又说要支持真普选嘛 那何俊仁参加小圈子选举就错咯 这些就是他们呢 就是谭德智就有一个极端派啦 而林子健呢 就是民主党死忠了 虽然呢以前和快必呢 一起去做节目 但是呢 因为 快必要跟着人民力量 跟着 著名同性戀者 陈志全啊 慢必 一起是在人民力量那边的 要跟着蕭若元找食 是吧 所以呢 他们两者分裂 但其实可以说一句 两个都是收美国佬钱的 那这些人 现在呢 他可以说一句 就是他 在那次的 就是2017年呢 他说的脚有钉 就是我只可以怀疑的 是吧 只可以怀疑他是为民主党 他是死忠的嘛 大哥 90年 94年 小小的 是吧 你看这张照片 真是BB来的嘛 BB的时候 他已经觉得李柴明是神 他就跟着李柴明 去找食 现在这个党 有需要了 那就倾巢而出 是吧 你看到他也很大面子 他说他的脚有钉 那就李柴明坐在那儿 林卓廷在那儿 是吧 什么鬼呀 戴耀廷 什么人渣都在那儿 是吧 那时候他也很厉害啊 就是他 都坐到 就是坐这些大佬后一排而已 是吧 但是whatever 他曾经做过民主党中常委 倾党之力去支持他 那其实可以 我觉得 没办法不用阴谋来说 我当时我2017年 那个暑假 我感觉就是整个泛民 所有黄色传媒 比如说香港01 什么港台 什么东西 总之黄色的 什么D100 全部 call in 他们 齐齐都是想煲林子健事件的 等林子健 无端一夜之间 佳之河文 原本一个没人认识的人 变成佳之河文 那为什么呢 根本这个就是李波事件 的一个真的有计划的重演 就是李波事件 我都说了 有人跟我拗 总之李波 无论什么都好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些 情婦啊 一定是老婆什么都好 他在大陆被捕 他才肯自愿回大陆的 但是当然了 在民主党或者在泛民 在黄丝的包里面 现在做到天这么大 但是无论什么都好 林子健这件事 就是他们吃过翻层味 翻炒 肥佬黎一全 就是全程策劃啊 要不然你动不了什么花生台啊 D100啊 全部这些美狗都撲出来 吹嘘他的嘛 到今天了 为什么大家不见了呢 是不是啊 可以说这几天来说 大家都攻击得最厉害的那个人呢 就是林卓廷了 就是整天都拿林卓廷这些照片给大家看的 实际上做了很多图 但是其实不止的嘛 你只见到何俊仁去 撑啊 撑啊这个 林子健 接着呢 林卓廷当然就被人捉住了 他干什么 你去社会出 不去听审啊 这样 那当然就很多人都说 林卓廷是用完即棋 不止是 林卓廷的 不过林卓廷呢 你是立法会议员 那煲死你呢 我觉得应该 但是其实你看到 整个泛民阵营 你可不可以说好像 梁天琦那样 所有的阵营一起来支持林子健 硬硬 黑白倒转就说 林子健呢 是无辜的 现在呢 是司法已死的 有没有狗狗蛋这么玩啊 当然不敢啦 因为这个是明明白白的诈骗嘛 那些黄尸都知道是诈骗嘛 连林卓廷都不敢抱头去 社辉春 他们因为知道林子健真的是诈骗嘛 当然我会指示 你说去耻笑他们 是用不即棋 我觉得OK 那基本上就是 这个民主党是诈骗党啦 那这次实在穿包得太紧要啦 太穿奔啦 他们都不敢出来探 可以说一句 民主党这些 真是影衰香港的 其实呢 说到林子健的事件 其实未必可以说 说到这么多 但是你想一想 你回头 我看着看电视了 你看到那些泛民 振振有词 他们在骂林郑 又林郑呢 就把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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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老人的津贴 由六十个到六十五 跟着呢 他们就枯千抢地 就是说真的那句 你泛民 劝人家 那个老人家 的儿子 的孙子 去搞革命 人家老人家 可能收到那个 中门 可能六十岁收到 但是 哪样东西更糟糕呢 我看到 鄺俊宇 大大声声 骂林郑 就是说 你现在搞老人家 那样 那样 我真的不会说 在这个位置里面 我很支持林郑 我不会 跟着好像很大争论 那林郑就说 你们批的 那些人就骂了 喂 你九百多页的 那个 财政预算案 只有那两句 我免得卡住才跟你通过 那样 我真的不会说 拿来去说 这个建制派 跟林郑之间 为了 这个长者 生活津贴这个问题 那个争论呢 我站在一个方向 但是 无论如何 我说回那些黄丝 你见到 哇 发围起啪 发癲 跟着你见到 哇 这个 陶锦生 指着林郑说 喂 你这个UGL事件 喂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 不去 真的去告 告啊 梁振英啊 那样 林郑就博 陶锦生 喂 如果你特首 参与UGL事件 这个就是真正的 法治的堕落 那你根本UGL事件 你是没理由 在一个答问大会里面烦 但是 一句说完 就是 你民主党这个诈骗党呢 任何场合 你都要 你都要去拿UGL事件 这件事来说 就是将它 黑 转成白 就是你觉得 以上一任特首 可能民望低啦 你觉得UGL事件 还是骗到很多人 你觉得可以呢 很多人都更 盲信 梁振英是贪污的 事实上 就 已经英国 澳洲 甚至是香港 香港那些 就是我老脸 可以说真的很专业 做了个判脱的啦 如果有任何蛛丝马跡的 不让你泛民的律师玩死吗 你们用到那个理由 就是说 他没有将过决定外判呢 已经证明你泛民是无企的 最搞笑的就是 是你涂谨申 这个 民主党的诈骗党的成员 你去将林郑嘛 喂 你真是你想想 林子这件事件 你配回去 喂 你们民主党是应该 整个党 去辞职的 是总辞的 我觉得黄宏敏说得对的 有时 你们泛民是要总辞的 老友 喂 你们是 一家大小坐在那儿的 有创党主席李柱明 有一个立法会议员 林卓廷 有何俊仁 这个头是何俊仁 有李卓仁 就是支联会都捞下去了 就是说你以前 司徒华所插落的那个 三位一体 教协呢 就没有葡萄的 但是都没有离开的了 就是说你想想 支联会 工党 或者是民主党 全部押住了 在你民子监上 那你整个党 你应该呢 就总辞 你才对得住香港人啊 因为你的党是诈骗 瞧鸡啊 还有暴力啊 我说真的 你数回2018年 你民主党是令人愤怒的 你有个叫许智峰的物体 是不是 他搞些 就是用暴力 在议会上 他 就是常常推啊 推啊 推其他议员 跟着呢 在立法会那些的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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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那些行 他抢那些EO的手机 喂你想想你这个党 就是你似什么呢 当你和林郑爹爭的时候 喂 你那个预算案 原来 你们全部弄弃弃权的啊 啊 那你弃权 现在你很有意思 你应该激烈点去反对嘛 吴家臣 啊 你们这帮人 你只是找着素 整帮政棍 你看到邝俊宇是吧 振振有词 去骂林郑 搞些老人家 那你 你既然说 喂 那个 政府这么衰 那你应该投反对票嘛 你骗人骗到底嘛 但是你们当中里面 你这帮人呢 就为各样的利益 或者呢 就是 向政府呢 发酵 示好 那样 那你们 你们这种人 就笑死正棍咯 打算全心诈骗咯 我先说这么多 这一节 这一节 我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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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你什么 我猜看 你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